直升机战车大举入侵 让人错愕的一场恶武战争就这样开打 普京甚至突然宣布 俄罗斯核武的贺阻部队进入境界战备状态 像这样的战斗手法相当符合普京雷厉风行的形式风格 专家认为出兵绝对不是普京一时心血来潮 生长在苏联时代的普京认为乌克兰就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尤其过去乌克兰总统相对亲俄 但随着立场逐渐改变 普京开始为乌俄大战买下布局 但真正让普京下定决心的 是他任内北约四次扩张 范围甚至涵盖了俄罗斯临近的波兰 还有波洛地海三小国 甚至乌克兰也不断要求加入北约 更是大财普京的底线 普京因此吃了衬托铁了心 下令俄军就此进攻乌克兰 专家认为普京出兵的时间点看似意外 但其实一切早就在他的规划当中 在普京的进攻蓝图里 就是利用欧洲能源大幅仰赖俄罗斯 趁着国际油价高涨之际 只要紧掐住欧洲的这项弱点 研判欧洲国家会因为担心能源危机再度上演 不愿为乌克兰冒这个险 只是没想到试图恢复俄罗斯往日荣光的这场仗 比想象中还难打 即使没有一举打下乌克兰 普京坚持开出强硬的停火条件 要求乌克兰去军事化 持续对基辅展开轰炸 普京显然杀红了眼 专家分析认为 可能是他情报人员的背景 导致对人的不信任 身边的政治外交到军事团队 都只能对他为民适从 也因此跟现实开始脱节 金城一一孤行的做法 火在大泡泡里的普清 大手一挥掀起战争风暴 只是风雨停歇之后 国际对他的信任感消失殆尽 就像普清最爱用的这张大桌子一样 能利用距离感进行压制 来达成谈判目的 同时也让国际与他越拉越远 终究只能成为在冰冷宝座上的孤独王者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